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论你们是犹太背景还是希腊人背景的基督徒 我们既然蒙了三位一体上帝这么伟大的拯救保护应许的这样的恩典 我们应该在行事为人上要彻底的离开过去那种放纵情欲的生活 并且要尽心尽力的靠着主的恩典在信心和顺服里面 尽心尽力的爱神和爱人 因为彼得说我们所领受的是一种不会坏的种子 它必能够长出来 它一定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变成 它应该要长出来的那一种生命的样子 其实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 那长出来的结果就是会得着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时候的称赞尊贵跟荣耀 那也会让我们得着天父上帝现在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所有的不会朽坏 不会玷污 不会败坏的各种父神要让我们继承的产业 然后彼得就说我们如果是不依靠神的话语 他的道的这个力量来面对生活的试探引诱或是跟人之间的种种困难 我们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血气要来解决这些问题 彼得也说这些都会枯干凋谢的 因为靠人自己是做不到的 唯有主的话语主的道 活泼的道是永远长存有果效的 因此呢 这个彼得他也在最后还就说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一个道 所以在第二章开始呢 彼得就鼓励弟兄姐妹们 如何让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就是这能够改变你们生命 能够活出三位一体上帝 要你们活出那种生命的大能的话语 就是这个福音 如何你们应该对他的一个态度 如何让这个福音的大能的道 帮助你们生命被主改变建造起来 因此彼得就做几个比喻 第二章第一节 所以你们既然除去一切的恶毒 诡诈并假善 就是假冒为善 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乃 像才生的婴孩 爱慕乃一样 彼得首先提醒我们 我们不是只是消极的抵挡犯罪 消极的抵挡 诱惑跟试探 消极的让自己不要回到过去那种放纵 私欲的生活 我们另外一方面要积极的成长 只有当我们强壮成长了 才能够抵挡那些我们需要抵挡 因此彼得说 你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乃 对比那些污秽邪恶的思想价值观 有一种是圣洁纯净的 一种属灵的乃 我们像新生儿一样被神重生 就要爱慕 像婴儿很想喝奶一样 因为想要长大 因为会肚子饿 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 属灵的胃口奇差无比 不感觉饿 以至于都是长不大的婴孩 所以要爱慕 那能够使我们长大的 而且是纯洁的属灵的奶 像才出生的婴孩 那么自然的渴望在主里面长大 就巴不得可以一直喝 这个属灵使我们长大的灵奶 叫你们因此 渐渐长大 以至于怎么样得着全辈的救恩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原文没有就必如此 那这个主恩的滋味 原文是主的人慈美善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们如果曾经尝过 吃过主他的人慈美善 就如同你曾经喝过了这个 让你羡慕可以一直喝下去 让你生命可以茁壮长大 变成主要你变成的那一种生命样子 你就会像婴孩一样 拼命想喝这个灵奶 你若尝过主的人慈美善 你就渴望你的生命 可以像主的生命那样 仁慈美善 你就渴望继续让主的话 像那个道的种子一样 在你里面不断的改变你 使你变成主的样子 这也是在第一章那边有所说的 就是说 因为你们要圣洁 因为神他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生命要羡慕那纯净的灵奶 弟兄姐妹 要成熟长大 要让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 影响你改变你 让神的话语实现在你生命里面 靠血气 靠你的意志力 都会失败的 只有谦卑来依靠主 让神话语的大能改变你 成为一个成熟的属灵人 而不要永远做属灵的婴孩 接着彼得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主乃是活食 主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石头 固然是被人所厌弃的 却是被神所拣选的 所宝贵的 那你们来到主的面前 也就像活食 要像耶稣基督一样 所谓的活食 就是这个石头 他是带着生命的石头 再来他是愿意顺服 这个主人的 让主人来使用这一个活的石头 生命的石头 来建造它成为一座大楼 或是成为一个大家所羡慕的圣殿 那既然主是活食 那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要像活食 被建造成为灵宫 宫这个字Oikos 就是房子的意思 就是你们要愿意被主来建造 然后成为一个有生命的石头 然后被主建造起来 不仅建造你 也把别人跟你一起建造起来 就是教会称为属灵的房子 灵宫 其实就是圣殿 就是我们可以被神建造成为一个活的圣殿 那成为一个活的圣殿有什么 令人羡慕的 当然羡慕了 因为神就永远住在你里面 永远 你就永远与神同在 这是每一个以色列人 朝思暮想的事情 甚至说宁可 为这个神的圣殿 当看门的一天 胜过住在世界上 二人的帐篷千日 大家都很想永远跟神同在 所以耶稣基督也要把我们 变成一个活食 要把我们一个一个 生命被改变基督徒 一起建造在一起 神就永远与我们同在 然后呢 不仅要成为圣殿 属灵的灵宫 就是这个属灵的圣殿 也要做圣洁的祭司 然后在那边怎么样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 所愿纳的灵祭 神要把我们建造成 属灵的圣殿 神要把我们建造成 圣洁的祭司的职份 以至于我们可以在那边 像耶稣基督一样 借着耶稣基督向神献祭 属灵的祭 其实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 像耶稣基督一样 既是祭司 又是祭司所献给神的祭物 因此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 生命要愿意被主改变 弟兄姐妹你愿意被主改变吗 让你的圣殿成为属灵的圣殿 让你的生命成为属灵的祭司 让你的生命可以把自己 当作鲜香的灵祭 活祭献给父神 让父神悦纳 你的生命要渴慕 渴慕被神提升 渴慕被神建造 第六节因为经上说 看啊我把所拣选 所宝贵的防角石放在西安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彼得引用以赛亚书28章16节 说这个愿意来信靠上帝所拣选的 弥赛亚耶稣基督 他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是要建造一个房子的时候 首先作为基础 作为根基的那一个防角石 已经放在西安了 而愿意过来信靠他投靠他的人 就要倚靠着他 跌在他的上面 跌在他的旁边 然后一起被他建造成一个立体的 这个属灵的圣殿 成为神乐意永远同住 同在的这个属灵圣殿 这样信靠他的人必怎么样 不自羞愧 弟兄姐妹要来投靠主 主是活食 你来到主的面前也要成为活食 跟主可以一起 被连结起来 成为属灵的圣殿 成为属灵的祭司 甚至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给神 成为神悦纳的灵迹 第七节 相反的有一批人 他拒绝耶稣基督 他要建造自己的生命 那他的结果是怎么样 第七节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 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 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做了仿角的头块石 彼得他就引用诗篇 118篇的22节 说匠人就是自以为 自己很厉害 他是有经验的工匠 他觉得耶稣基督这一块石头不配 做这个仿角石 他就把它丢弃了 但是神却拣选了这一块 被匠人所抛弃的石头 神拣选他做仿角的头块石头 又说 做了半角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 这是引用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 这块石头 之前被匠人所抛弃 匠人代表那些 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 或是那些自以为是 自以为义 拒绝耶稣基督救恩的人 那他把耶稣基督抛弃了 但是神却拣选耶稣基督 做仿角的头块石头 来建造所有的活石灵工 而且这块石头还要成为 使那些骄傲的 拒绝救恩的匠人 自以为是的人 使他们怎么样被绊倒 成为半角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 是神故意放在他的路上 让他走过去的时候 他骄傲自大 他就碰到这个石头 他就跌倒了 他们既不顺从 就在这道理上怎么样 半叠了 他们这样半叠 也是预定的 预定这个字 他的原文其实是安放的 也就是说 他们骄傲自大 他们不屑 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们想要靠自己的方式救自己 如同第一章后半段所说的 我们所领受的那个道 那个种子是不能坏的种子 我们只要愿意虚心的 倚靠神去活出神的道 就并能够长出那个种子 他要长成的那一种生命的境界 反过来如果你是一个骄傲的 草上面的一朵花 你不想倚靠神 你只想倚靠你自己的荣美 你最后的结果就是怎么样 枯干凋谢 所以唯有神的道 是永远长存的 想靠自己努力 就是草上的花 一下就枯干凋谢 想靠自己的方式来救自己 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 就如同匠人抛弃耶稣基督 他想要自己来盖房子 结果他盖的房子一定垮 因为他走自己的路 他一定会半倒跌倒 因为神故意在他的路上 安放了放置了 一块半倒他的石头 在这个第八节说 他们这样半叠也是预定的 其实不应该分预定 应该说也是神所放置的 放置什么 放置一块使他们跌倒的石头 第九节唯有你们是 唯有你们 为什么唯有你们 就是唯有你们这些 谦卑的接受耶稣基督 十字架救恩 做你们的救主 做你们的带罪高养的 这一批人 唯有你们 这些会被建造起来的人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第二唯有你们是 有君尊的祭司 有君尊的意思是皇家的 就代表说你们是王室 你们是公主 王子 你们是这个王室的儿女 上帝的父神的儿女 你们是以这个 这个王室的身份 属神的身份 属神儿女的身份 来做这个祭司 献祭给神 讨神喜悦 第三个你们是圣洁的国度 国度的意思就是国家 或是国主 你们是分别为圣 成为圣洁的一个国家 一个国族 第四 你们是属神的子民 属神的子民 他的原文意思是 你们是 进入到产业的子民 也就是说 只有你们 才会得到神 所要赐给人的产业 而其他人都是 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有 那所以呢 这个彼得说 唯有你们这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防脚石的这些人 而愿意被他成为活石建造成灵工的这一群百姓子民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或是能够得着产业的子民 那为什么要拣选你们 而不是拣选他们呢 其实不是你们有什么 如同草上面的花的那种美容 也不是你们自以为很厉害 你们是匠人 不是的 都是因为神主动爱你们 拣选你们 为了要叫你们 可以宣扬那招你们出 这个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就是上帝 上帝呼召你们 离开污秽 黑暗邪恶死亡 然后进入这个奇妙的 超出你们所求所想的 这个光明的那一位 他的美德 不是我们厉害 不是我们是匠人 不是我们是草上面 荣美的花 而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要到处宣扬 是他不是我们 是父神 他爱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 十字架救恩 因为圣灵使我们成圣 所以我们到处宣扬 我们虽然被分散到各地 我们要宣扬 上帝的美德 第十节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但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这两句话会让我们觉得好像 指的是外邦人背景的基督徒 好像不是犹太人背景基督徒 那是因为我们常常之前读这个保罗书信 看到这个言辞的时候 比较讲是来讲外邦人 但是我们如果放在彼得前书里面 其实我认为彼得前书 他在写的时候 他期待他的收信的人 是不分犹太人基督徒 也不分外邦人基督徒 都可以读的 其实不论你是哪一种人 我们本来就不配 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没有蒙连续 但是神他爱我们连续我们 神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子民 一切都是恩典 所以我们要到处宣扬 那位召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愿意被你建造 我愿意信靠你 我愿意顺服你 我愿意渴慕在你里面 我的生命可以有属灵的胃口 不再做属灵的阴海而已 我愿意成长 我愿意被你建造 永远与神同在 我愿意被你呼召成为 这个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主我愿意 主因为你说这个信靠你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我渴慕我的生命 可以在你里面真实的成长 而不是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